吉安香利图书馆日前举办了美言美语我和ABC绘本导读活动 乡长游淑珍特别扮演的神秘嘉宾陪着大小朋友们 透过分享活动打开亲子共读视野 也提升国际语言分享还有吉安香的阅读力 吉安香利图书馆在日前开启了双语阅读主题活动 特别邀请到一名外籍老师搭配着说中文的本地老师 透过阅读英语绘本传达出自己和ABC的故事连结 加上有趣的对应互动让现场的小小读者们都争相举手强达回应 美言美语说好话快乐学美语就在吉安香图的绘本里面 谢谢我们的亲子共赏让我们借了四本书就可以来报名相关系列的活动 吉安香利图书馆多元化的一个分享带来给孩子更快乐多元的学习以外 在我们接近儿童节的这个阶段里面 也欢迎我们的家长们上网来看一系列相关亲子乐活的活动跟学习 欢迎大家一起来 图书馆长杨慧美也指出在游乡长对智慧多元创与阅读的总视下 开启每月的主题活动 4月份还有规划0-5岁名家绘本爽语阅读活动 并与池季师资照护中心共同举办和您相约 认识德曼莎沙发讲座 培养全乡的阅读风气 让借书看书成为日常生活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吉安香利图书馆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许立琴吉安香报导